国民党提升宜兰新动力团结之夜 昨天在罗东镇农会广场举办 虽然是下着雨的天气 但支持者热情不见 县长候选人邱淑蒂和丈夫杨曾慧 两人手牵手上台 用宜兰媳妇的温情 向相亲肯托票头2号邱淑蒂 让宜兰两性轮替 选出第一位女县长 县长选战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国民党宜兰现场候选人邱淑蒂 所以晚上在罗东镇农会广场 举办竞选晚会 尽管现场飘着小雨 但是支持者热情不减 而邱淑蒂还跟她的先生杨曾慧 两个人手牵手上台 并且合唱假奥 展现宜兰媳妇温情的一面 有些人比你更严重 因为我能够欢迎 为我远赛了 就是这样既然的媳妇 既然的既然 另外邱淑蒂也表示 以前宜兰是两党的政党轮替 但现在需要的是两性轮替 希望可以让她成为第一位 宜兰县的女县长 也让宜兰媳妇成为真正的宜兰人 我们要让一个母亲的爱 让我们既然二次民主轮替 第一边是两党的轮替 第二边是两性的轮替 好不好 好 让我们永久们微笑小的人 让我们所有兄弟来创造历史 让我们所有兄弟来创造历史 以来 我们永久都关掉 好不好 好 谢谢关掉 在支持者的相挺下 邱淑蒂跟所有国民党籍的候选人 一起高喊动算 希望11月29号 就是宜兰改变历史的一天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